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狂野选拘 追求玛丽与操控的秘诀 二 作家饮食指南 优化燃油效率的小窍门 三 画术魔术师 打造无法拒绝的卖车魅力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狂野选拘 追求玛丽与操控的秘诀 各位玛丽迷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作家 是的 我说的是那些让你在马路上 如同骑士般驰骋的钢铁骏马 我们将一起探索 如何在这个 充满着速度与激情的世界中 选择一匹既狂野又听话的马 首先 我们得明白 选择一辆车 就像是在中世纪选择一匹战马 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速度 还有那匹马的忠诚与服从 在现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操控性 一辆拥有强大马力的车 如果操控性差 那就像是一匹野性难逊的野马 一不小心 就会把你甩出马背 或者更糟 是从高速公路上甩出去 现在 让我们来揭秘追求马力 与操控的秘诀 第一马力 horsepower 这是衡量你的座驾 能有多狂野的第一指标 马力越高 你的车就能越快的加速 就像是给你的马 喂了一堆辣椒一样 它会分离向前冲刺 但记住 马力并不是万能的 你还需要控制这股力量 二扭矩 torque 如果说马力是冲刺的速度 那么扭矩就是起跑时的爆发力 它决定了你的车 能多快达到最大马力 一辆扭矩大的车 就像是一匹出发时 就能迅速领先的战马 三悬挂系统 suspension 这是保证操控性的关键 一个优秀的悬挂系统 能让你在弯道中稳如泰山 就像是一匹在崎岖山路上 也能稳健行走的山地马 四制动系统 brakes 强大的马力 需要同样强大的制动力来控制 一套好的刹车系统 能让你在需要时迅速减速 就像是你能随时让你的马停下来 喝口水一样 五轮胎 tires 轮胎是你的车 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分 选择合适的轮胎 就像是给你的马配上了 适合不同地形的马蹄铁 六重量分配 weight distribution 一辆车的重量分配 会影响它的操控性 理想的情况是 5050的前后重量分配 这样的车 就像是一匹身体协调的马 无论怎么跳跃都不会失去平衡 七驾驶技巧 driving skills 最后 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是 驾驶者的技巧 即使你有一匹最好的战马 如果你不会骑 那也只能在马场里 慢悠悠地走圈圈 所以 提升你的驾驶技巧 才能真正驾驭那匹 狂野的马 在这个追求速度与激情的时代 选择一辆合适的车 就像是寻找你的灵魂伴侣 你需要的 不仅是外表的华丽和内在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那种 即使在狂风暴雨中 也能彼此信任的伙伴关系 所以 当你下次走进车行 挑选你的战马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场交易 这是一场结合了 科技与情感的冒险旅程 祝你好运 马力迷们 愿你找到那匹 能让你心跳加速的狂野座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座驾饮食指南 优化燃油效率的小窍门 各位尊敬的驾驶员 汽车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尔需要把车 从微点开到B点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如何在享受座驾的同时 优化燃油效率 让我们的钱包和地球母亲 都能松一口气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在古代 我们的祖先们骑马出行 那时候的燃油效率 取决于马的品种 饲料质量 以及骑手的驾驭技巧 现在我们的座驾 变成了汽车 但优化燃油效率的原理 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 都是关于如何 最有效的使用能源 现在让我们来分享一些 优化燃油效率的小窍门 这些小技巧 可能会让你的汽车 跑得更远 而且更加环保 一 轻脚踩油门 想象一下 你的汽车是一匹 需要温柔对待的高贵马匹 猛踩油门 就像是用鞭子抽打它 不仅让它痛苦 还会消耗更多的饲料 所以 轻柔的加速 让你的座驾平稳的奔跑 二 减轻负重 就像古代的骆驼商队 不会让骆驼背负过多的货物一样 你的汽车 也不应该被无用的重物压得喘不过气 清理掉后背相连那些 你已经忘了有什么用的杂物 让你的车减肥成功 三 保持良好的轮胎状态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马蹄没有打好 那马儿跑起来是多么吃力 同理 确保你的轮胎充足的气压 以及良好的轮胎状况 可以减少地面阻力 提高燃油效率 四 定期保养 就像古代的马车 需要定期润滑和检查一样 你的汽车 也需要定期的保养 一个良好运转的引擎 和干净的空气滤清器 可以帮助你的车更有效地燃烧燃料 五 使用巡航控制 在高速公路上 使用巡航控制 可以帮助你维持一个均匀的速度 这就像是让你的蚂蚁 一个稳定的节奏奔跑 既能保持体力 又能节省饲料 六 避免急刹车和急加速 这就像是在马背上 突然拉紧缰绳 然后又猛地放松 不仅让马儿困惑 也会增加能量的消耗 七 合理规划行程 古代的旅行者会仔细规划 他们的路线 以避免不必要的迂回和停留 同样的 合理规划你的行程 避免高峰时段和拥堵路段 可以减少停车和启动的次数 提高燃油效率 最后 记住 每一滴燃油 都是从古生物化石中 提炼出来的液体黄金 它们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转化 才来到我们的油箱 所以 让我们像对待珍贵的古董一样 对待它们 用智慧和尊重来驾驶我们的座驾 让这些古老的能量 在现代世界中 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术魔术师 打造无法拒绝的卖车魅力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画术魔术师 打造无法拒绝的卖车魅力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 汽车销售员就像是现代都市的骑士 他们的盔甲 是笔挺的西装 武器则是他们那锋利的画术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汽车销售并不仅仅是一门 关于汽车的学问 它更是一门关于人心的艺术 画术魔术师们 他们不仅要了解 每一辆车的性能参数 更要精通人性的弱点 懂得如何引导顾客的情绪 让顾客在不知不觉中爱上那辆车 甚至愿意掏空口袋 也要把它开回家 想象一下 你走进了一家豪华的汽车展厅 一位穿着得体的销售员迎了上来 他的微笑就像是定制的 既亲切又不失专业 他并不急于向你介绍车辆的性能 而是先和你聊起了天 仿佛是一个久违的朋友 这位画术魔术师开始施展他的魔法 他不是在卖车 他在卖梦想 他在卖一种生活方式 他会告诉你 这辆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它是你社会地位的象征 是你个人品位的体现 他会用故事来打动你 比如这款车 在最近的一次高速公路测试中 如何以优雅的姿态 超越了所有对手 或者这款车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意大利的某个著名设计师 在阳光下的那抹闪耀 正是南欧海岸线的颜色 当然 画术魔术师也懂得如何处理反对意见 如果你担心价格 他会告诉你 这是一项值得的投资 车辆的保值率和低维护成本 会让你在未来受益无穷 如果你担心油耗 他会告诉你 这款车的环保技术如何领先 如何能让你成为环保的先行者 最终 当你坐进那辆车的驾驶座 感受到那细腻的内饰和精准的操控 你会发现 你不仅仅是在买一辆车 你是在买一段旅程 一种生活的升级 而这一切 都是那位画术魔术师巧妙引导的结果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汽车展厅 遇到一位画术魔术师时 不妨放松一点 享受这场精彩的表演 但记得 最后做决定的 还是理智的你 毕竟 魔术在精彩 也抵不过一个明智的选择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追求环丽与操控的秘诀 优化燃油效率的小窍门 以及打造无法拒绝的卖车魅力 在这个充满速度与激情的世界中 选择一辆合适的座架 是一场结合了科技与情感的冒险旅程 环丽迷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更看重玛丽还是操控性呢 对于优化燃油效率 你们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分享吗 有没有遇到过那些画术魔术师 他们是如何让你无法拒绝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经历 无论你是一个玛丽迷 一个注重燃油效率的环保主义者 还是一个喜欢被画术魔术师迷倒的人 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话题中找到共鸣 汽车世界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速度与激情的世界中 找到适合我们的玛丽与操控的秘诀 优化燃油效率的小窍门 以及打造无法拒绝的卖车魅力 六博士在这里向大家问声再见 希望大家在驾驶座上能享受到狂野与激情 又能保持环保与经济的平衡 记住 驾驶是一种艺术 也是一种责任 让我们在这个充满速度与激情的世界中 一起安全驾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